2023年的第一隻玩的作品就是這隻ONE PIECE 時光女絲 這隻ONE PIECE 嘗試由一直以來的動作遊戲轉為回合制RPG 結果如何有服不服就為大家做一個評測 首先遊戲的畫面方面可以說是 是…好漂亮的 咳咳…認真地說真的漂亮 人物的模組比上集Royal Seeker好多 角色的還原度也非常高 看回開發箱其實是這個Iluca 他的日文讀音 即是有幫手做DQ11負責Graphic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有玩DQ11的話 你會感覺到圖像方面和用色方面都是相似的部分 戰鬥方面遊戲就設計了一個原創的回合制系統 分開戰鬥區域然後招式又有分近距離和遠距離 再加上一個類似包剪刀的系統 我想他的原意就是想像到不同角色分別在不同區域應付敵人 因為玩家可以任意轉型就不需要消耗回合 所以都可以隨時換人來出招 因為角色會行動一次敵人就已經會打過來 所以玩家就要看敵人的行動順序來做出最好的決定 這個戰鬥的設計我本身都頗敗的 頗有可熟性 不過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自從有了這個全體招式之後 其實分區域就變得沒什麼意思 而且我們的裝飾品可以谷到攻擊力很高 令到有你沒有你都可以用這個全體攻擊清一陣 第二就是始終角色的強領實在太明顯了 我們齊隊的角潮雖然有三敵量三文字和三技巧 即是包剪刀的系統 但非常明顯地烏索普羅賓和布魯克都很弱 令到戰鬥其實都是那幾位主力來打 基本上都沒有需要他們出場 如果去設計一些實用的招式或職能給他們就更好 例如胡舒服的debuff機關球可以是 他用的位置效果加倍 還有一個道具史的角色 又或者羅賓可以有這個束縛效果延遲敵人的行動 其實已經可以幫到這角色 這個角色的定位和招式特性 似乎就沒什麼花心癡設計了 整體來說整個戰鬥架構的idea是有點浪費了 不過遊戲的戰鬥其實是爽快的 一來預刺已經有這個加速的功能 可以非常快就打完一場 耳力遊戲的等級亦都非常異性 整個遊戲是不需要練功已經可以很順地打的了 三類就是角色的招式演出 其實都做得挺漂亮的 很多招式都挺好看的 只不過是合體技方面就有少少氣了 整個戰鬥比人感覺就是流暢和易玩的 之後再來到遊戲的缺點方面 首先就是角色的移動 不知如何設計到這麼慢 很多怪物的跑速和角色都是同速的 甚至小部分跑得比主角更快 雖然你可以逃跑必定成功 但感覺有點麻煩 第二個缺點亦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就是有多時主持明明已經走到迷宮前面 竟然是要你回頭做其他事才可以繼續 這個情況在整個遊戲都有發生 而在遊戲初期這個阿拉巴斯坦王國都很嚴重 加上角色的移動速度慢 令整個遊戲的節奏都好多 不難想像會有人玩到開頭已經睡著了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劇情方面 這集是用一個回憶的世界 講路飛回到阿拉巴斯坦阿水之七都 頂上決戰和多雷斯羅薩 因為是他們的第二次體驗 所以都會想會有什麼不同的展開 但結果就是改變非常少 根本不可以說是一個EVE的路線 可以說劇情捨得比較保守 而且故事濃縮氣氛營造不夠 令到感動位都比較突然 所以都是…感動不到的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各種內容削減 可能因為經費問題很多角色都沒有出場 例如你在頂上決戰是完全沒有白狐子的角色 這個那麼重要的人物都沒有 可能會令很多人失望 又或者在多利斯羅薩 整條村都見不到妖精 遊戲的支線度其實有一隻 但他就用一個符號來隱藏著 即是沒有弄妖精的模組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追體驗有過大期待 可以先收回 不過最令我無法接受的就是 在這個Rebecca出場的時候 山字竟然是沒有反應的 哈?! 這個角色模組和聲優都在 為什麼不錄多幾個對白互動呢 整件事真是好奇怪 說了很多缺點 但遊戲都有幾個優點 除了剛才提到畫面漂亮和戰鬥爽快等級異星之外 遊戲最後的劇情其實都寫得不錯 即是本島阿弗羅德這部份的劇情和角色設定 我猜都是美田寫的 不是非常有One Piece的故事風格 詳細細點我就不劇透不說 但除了原本的故事之外 你還可以從這個漂泊一續日子都看回背後的故事 然後在這個爆擊之後 還有一個隱藏的支線 說回最後頭目的另一面 這點我都覺得挺喜歡的 還有一樣就是遊戲像是一個高難度的副本 在爆擊之後可以挑戰一些強化了的BOSS角色 而且他們有分兩級難度 打贏了一次之後再打第二次才是最中型態 尤其是三位海軍大將 即是需要砌好裝備來打 這一個就終於有些難度 而且這個最強色品都是由他們隨機掉落 可以說最後都有少少的endgame content 總括來說 One Piece時光女士 我自己覺得是前期比較悶 但會越來越好轉的作品 角色的演出和活動都很有原作的感覺 戰鬥爽法又不需要濃 而且遊戲又好好地收尾 有一個背後的故事和高難度的關卡都加少少分 不過遊戲始終有點挪回跑和拖時間的缺點 技能設計方面亦比較單調 這些都是硬傷 如果10分滿分的話 我會比7分 畢竟可以遊歷漫畫或動畫的地方 比較有些故事看的One Piece遊戲就比較少見 不過回憶的部分就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如果想這遊戲好玩一點就建議你改一改想法 將四個島的故事就有五成 只是用來鋪唱這次本島的角色 說白一點就是尼姆的成長 整件事就會舒服很多 今次影片就說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 留言、分享或加入會員支持一下 下一隻就輪到我也期待的火紋engage 應該不會復的這隻 我猜吧 我是SoloCat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